这是一部韩国人最不想让外国人看到的电影 因为它将韩国人生活的现状真实地演绎了出来 从口碑炸裂到获奖无数 这部电影更是让许多人看懂了生活的本质 在韩国 有一种人死了也不会有人管 就像这一家四口 他们窝居在不到20平的半地下市里 一家之主老金开了半辈子出租车 却因公司倒闭而失了业 妈妈曾经是一名参加过国际比赛的运动员 但却因为这枚银牌而得不到国家重视无奈退役 本着知识改变命运的真言 小宇发奋图强努力学习 却连续考了四年大学都是名落孙山 妹妹小婷虽然艺术天赋过人 但怎在家里实在没钱供她上学 所以只能小小年纪变成了居家宅女 全家人唯一经济来源 就只有给披萨店折纸和赚取的几两岁银 他们每天都在等待着一夜报复的机会 但在那之前 拮据的生活导致他们每天 不仅要蹭吃蹭喝蹭WiFi WiFi 放下来 放下来 哦 这里 就连家里的毒虫消毒也只能蹭街道上 其实老金一家人都很聪明 奈何从来没有过机会施展 然而这天一个意外插曲 却改变了这眼前这一切 一个喝醉的男人站在窗口前准备撒尿 正在吃饭的一家人却也是敢怒不敢言 不料这是一个骑摩托的小伙子突然停下了车 只是一声怒吓就将醉汗赶跑了 而这个小伙正是小雨的同学阿哲 这次特意来看小雨 是因为自己马上就要出国流血了 临走前还给小雨准备了一个特殊的礼物 这个名叫寿山石的石头是爷爷收藏多年的真品 据说可以汇集天地灵气 将财运和好运全部吸纳过来 阿哲希望这块石头可以给小雨一家带来好运 这样他在国外也会为他们感到高兴 当然他这般殷勤还是有另一个目的的 他最近一直在给一个叫多惠的女孩做家教 一来二去的却对女孩产生了爱慕之情 并且决定在考上大学后就对他表白 所以在他出国留学期间 希望小雨顶替自己去继续给多惠做家庭辅导 不仅可以得到一份丰厚的回报 还可以帮忙照顾一下多惠 赚钱的是小雨当然是乐意至极的 但自己连续四年 都没考上大学的实力也确实摆在面前 无奈之下 他只能请妹妹小婷帮忙 二人忙碌一番后 成功制作了一张以假乱真的大学证明 紧接着小雨胸有成竹地来到了多惠的家 可他刚一走进大门 眼前的一切就瞬间让他惊呆了 这里的奢华对于小雨来说 就好像是人间仙境一般 看来有钱人的快乐真的是想象不到 随后小雨见到了女主朴夫人 可当她信心满满地拿出那张假文凭时 朴夫人却直接把她扔在了一旁 她说这种东西只是一个证明而已 并无实际意义 自己要的是真材实料的才学 接着让她来一堂辅导课证明一下自己 要说小雨这幸运心也是活该她走运 此时多惠正在对着试卷发呆不知如何进行 而小雨虽然连续四年落榜 但是考试经验可是任何人都无法比拟 就这样 凭借丰富的经验小雨顺利应聘成功 老于事故的保姆这时也热情地端来了一盘水果 就在三人寒暄之际 一只弓箭突然飞了过来 转身忘却 原来是主人家的多宋少爷 夫人平日里对她可谓是百般呵护十分宠爱 随后还带着小雨欣赏了少爷的话 马屁金小雨自然不会放过这绝佳的机会 她称赞多宋少爷是堪比毕加索的神童 如果假以时日 多宋的造诣绝对可以敬为天人 这通彩虹屁正好拍到夫人心坎上 就在小雨离开时 夫人意犹未尽地告诉她 本来她是非常希望多宋以后可以当个画家的 之前也聘请了好几个美术老师 但是最后无一例外都被多宋给气走了 小雨赶忙回答说 像多宋这种天才的小艺术家 性格都是有一些特立独行的 能教她的老师肯定也是绝非寻常之人 自己之前认识一个叫杰西卡的留学生 是美国伊利诺伊州大学应用美术专业的高材生 朴夫人一听立马就来了精神 恳请小雨一定要把杰西卡 请来给自己的儿子当导师 钱什么的都不是问题 当然 小雨口中的杰西卡就是她的妹妹小婷 交代好一切的小雨带着妹妹来到了主人家 可小婷的出现却让多惠萌生了一丝醋意 指示娱は 指示娱赶とかで会 해봐 有名人谢谢 aboard 查理她的小艺者数字 が、蜀内应斗的女12나 being38不容计之姿 先生 诶 我可以想请一想 嗯 internships 母亲奶母的高峰 WHATEF 讨糊 是 wearing 39步奥女 我ス舉到最初 青鬼你看看她吗 老江湖小雨一眼便看清楚了多慧的少女心思 在一番甜言蜜语后 多慧也彻底被小雨征服 两人也就此开始了生物课的补习 可怜的阿哲还不知道 小雨完全没有辜负她的信任 此时夫人带着小婷来到了多颂的房间 本想着像以往一样进行旁听验证 可结果却遭到小婷无情的拒绝 也许这就是天才的傲慢吧 小婷 哦 太好了 不久后朴夫人再次来到房间时 却发现平日里调皮捣蛋的儿子此刻却十分乖巧 下课后竟然还十分恭敬地对老师鞠躬行李 这让朴夫人惊讶不已 她此刻已坚信小婷这个天才的实力 而更让她惊讶的是 小婷居然通过多颂的话中看出 她小时候一定是经历过什么非常可怕的事情 然而这句话却直击朴夫人的内心 对多颂百般疼爱的她 这么多年都看不懂孩子的话在表达什么 一个只看了一眼的老师竟然如此懂得孩子的内心 这让朴夫人顿生一种相见恨晚的情愫 就这样 小婷不仅得到了充分的尊重 最重要的还是拿到了一份高薪 就在这时 朴社长恰好下班回到了家中 得知儿子竟然遇到了这么好的老师 这也让她异常高兴 当即便让司机开上自己的豪车送小婷回家 第一次坐豪车的小婷此刻心情也是非常复杂 可冷静下来后聪明的她顿时心生一计 只见她偷偷脱下自己的帽子 然后塞到了车座的下面 当第二天社长坐在车上时 便非常容易地发现了帽子 她顿时就对司机产生了异常的抵触心理 回到家中就将此事告知了夫人 不成想月薪十几万的司机 竟然连酒店的房费都不舍得花 抠门倒在自己车上运动 实在是审可忍输不可忍 朴夫人也表示立马就要辞退司机 而与此同时他们二人的对话 全都被躲在一旁的小婷婷的一清二楚 随后她找了个借口故意询问 昨天的司机今天怎么没来 得知已经被辞退后 她顺势说出自己想说的话 竟然是给彭丽玛开车的 朴夫人顿时高兴地要求小婷 一定要把这个司机请过来 此刻的家中就只有老妈还没有工作 于是接下来三人开始合力出击 可怜的保姆还不知道 一场阴谋已经降临在自己头上 但是这个保姆确实有一定的实力的 她是这个别墅前任主人的管家 对于这个豪宅的熟悉程度 更是远超过现任主人 而且做事一丝不苟 深得朴社长一家的喜欢 但世上无难事 小婷在无意间从多会的口中得知 保姆竟然对桃毛过敏 高智商的老金一家很快便制定出了方案 小婷先是把桃毛放在鼻桶里 然后找机会偷偷地撒在保姆身上 没走多远的小婷便听到了保姆的剧烈咳嗽声 当保姆去医院检查时 老金在旁边偷偷地拍下照片 然后找到机会发给朴夫人看 说自己前几天去医院做体检时遇到了保姆 无意间听到她说自己被确诊为肺结核 要知道这种疾病可是传染性极强的 夫人可一定要小心不要让她传染给孩子呀 与此同时 家中正在上课的小婷 也把准备好的桃毛再次偷偷地撒在了保姆身上 等条夫人回到家中时 正好看到咳嗽不止的保姆 并且还将用过的纸巾丢进了垃圾桶里 这时正义化身的老金快步上前 拿出提前准备的番茄酱挤在纸巾上 然后用影帝级的表情看向夫人 而此刻的夫人却瞬间压麻呆住了 今天大家要必须要过一延估议 今天必须要去奶显做的 要知道吗? 我一定鼓勾我 我虽然想做一个讨厓的 但其实我没有做到那边 小婿男一定没法 与你刚才不足 我就不是说过一宫 也不过,我又不过一位 我一世线工作也要不怕 她也要想做一个老金 而不能想做一个非议 嗯,然后 那么 优优统 就这样 保姆顺其自然地离开了工作了十几年的别墅 接下来就是如何让老妈顺利上岗 老金递给朴社长一张名片 说中国的富豪都在这家公司雇佣保姆 朴社长一看名片都做得这么高端大气上档次 便也没有一丝怀疑 接着小婷就开始冒充客服人员 经过一系列的申请 田表燕姿后 确认条社长符合高端人士的身份 专属保姆老妈便如愿上位 此时此刻 一个窝居在半地下市的一家四口 全部顺利进入豪宅别墅 怎么这么多了 为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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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办 再来 어 Jesikaさん 기다려 Jesikaさん만拿着 我们要用这些匪备不同的东西 爸爸 你带来人家的匪备都不同的东西 真是 这家人离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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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现在都有了一份不菲的收入 相信用不了多久 就可以拥有自己的房子了 然而就当一切 都朝着计划的方向进行时 意外却来临了 就在多送少爷生日的这天 朴社长一家全部外出露营 这样一来 老金一家今晚便临时当起了别墅的主人 他们开始尽情的狂欢 小婷体验了一下夫人的浴缸 小婷躺在多慧的床上翻看她的日记 老妈在庭院中也示范了一下 她曾经第二名的球技 晚上他们一家人坐在客厅中大快躲移 此时门铃却突然不合适宜地响了起来 原来是先前被辞退的保姆 他站在雨中恳请老妈开门 说自己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东西忘记在了房子里 看着保姆狼狈的样子 心软的金老妈无奈下只能打开了门 可保姆走进地下室后却很久没有出来 担心发生意外的金老妈只好亲自下去寻找 然而当她来到地下室时 眼前的一幕却让她瞬间惊呆了 老妈见状也只好上前帮助保姆推开了柜子 可柜子后面却出现了一个黑洞洞的暗门 保姆嘶吼着跑了进去 等金老妈来到暗道底下时 只见一个掩掩一息的男人正躺在床上 原来这个男人就是保姆的老公 他们几年前欠下了高利贷无力偿还 所以便一直躲在这里再也没出去过 看着昏尘的老公 保姆恳求金老妈帮忙弄点吃的下来 并说到自己来之前已经把监控线弄断了 绝对不会被人发现的仅可放心 可理智的金妈告诉自己 此时她最应该做的就是报警 可让人意想不到的是 后面正在偷听的老金脚下突然打滑 三人直接就从楼梯上滚了下来 这下就干了个尬了 保姆眼疾手快立马掏出手机开始录像 听着后面的两个家教老师在喊爸爸 傻子也明白这是怎么回事了 保姆立刻就要把视频发给朴夫人 揭穿金家人的所作所为 自己无非是藏了个人魂点残羹剩饭而已 可老金家人这是赤裸裸的诈骗呀 金家人只能妥协了 整整齐齐地跪在地上高举着双手 一副完美奴仆形象 而此刻的保姆两人则是完全占据了上风 一边享受着一边嘲讽着 甚至还说出这几年来 夫妻二人是如何在这别墅里生活的 宛然一副主人的嘴脸 就在保姆二人得意洋洋的沉浸其中时 老金一家人突然发起攻击 接着两家人在客厅上演了一场手机争夺战 结果显而易见 四个人的优势让老金家完胜对方 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客厅的坐机电话突然响了起来 原来是天空突然下起了大雨 这也让颇家的露营计划彻底泡汤了 他们正在返回家里的途中 还有几分钟就要到家了 想让金妈妈帮忙做碗热面吃 这一炸雷的消息瞬间让众人慌了神 金妈急忙开始进入厨房准备食材 老金和小雨负责把保姆二人拉进地下室隐藏起来 客厅里一片狼藉的状态也根本没有时间打扫 小婷就将垃圾全部扔进了沙发下面 在几人默契的配合下 终于在房门打开的前一秒各自躲了起来 然而此时地下室的保姆却挣脱了束缚 一边大喊一边向地面跑去 就在他即将来到客厅时 金妈一记黄金右脚直接将他踹了回去 老金立马将地下室的暗门关了起来 可当他来到最底层时 却发现男人正在用头在撞着墙上的开关 原来这是外面楼梯上灯的开关 男人竟然懂摩斯密码 他这么多年以来一直在用这种方式控制灯光 并传递出对普家人感谢的信息 可惜的是朴社长并不懂摩斯密码 并且他一直认为这个灯是声控的 忽明忽暗只是因为他的脚步声而已 朴夫人也告诉金妈说 多宋之所以画出那么多奇怪的话 也是因为在几年前的一个晚上 他独自一人跑到厨房偷吃蛋糕 结果却看到一只鬼跑了出来 沙发下的小婷听到这也算明白了 多宋看到的肯定是 当时从地下室跑出来找食物的男人 不久后朴社长一家走进了卧室 老金这才捏手捏脚地走了出来 当他们准备悄悄离开房子时 多宋却拿着帐篷从楼梯上走了下来 三人急忙躲进茶几下面 原来是多宋没有达成露营的心恋而在发脾气 这回他执意要去院子中搭起帐篷睡觉 无奈的夫妻二人只能阴语 但是为了时刻关注多宋的情况 他们也只能在沙发上将就一晚 可此时的朴社长却突然对夫人说 自己闻到了一股非常难闻的味道 就好像是胡萝卜烂掉了一样 金丝机身上也有这种味道 茶几下的老金此刻遮着脸 可心中却早已牢牢地记下了这句话 不久后夫妻二人总算睡着了 三人这才小心翼翼地爬了出来 他们在黑夜中冒着大雨向前跑着 整个行程都是下山的路 就好像穷人与富人地位的区别 朴社长一家躺在山顶 温暖舒适的别墅里惬意地听语 而对于半地下的老金一家 却是迎门猛兽 此刻的家中早已被洪水淹没 邻居们正在抢救着 虽不值钱却是仅有的重要物资 老金的家中也是物件全都漂浮了起来 马桶的污水不断地在向外喷 无论怎样尝试都无法制止 小婷索性直接就坐在了上面 此刻见过世面的她 也不知是忘记了挣扎的本事 还是已经摆烂 要知道 能跳到几米高的青蛙 怎会留恋那口昏暗的井呢 这场暴雨让很多人无家可归 他们被集体安置在一个体育馆内 小雨转身询问父亲 接下来该怎么办计划是什么 可老金却回答说没有计划 因为人生不可能永远按着计划去走 所以只有不做计划才永远不会失败 与此同时的地下室中 醒过来的保姆用尽全身力气 咬断了绑住丈夫的胶带 可自己最终却因为 头部受到的撞击而丢掉了性命 第二天早上 雨后的阳光明媚依旧 为了补偿儿子没能录营的心愿 朴夫人决定在家里举办一场生日派对 老金一家四口也全都接到了邀请 派对开始前 社长拉住老金帮忙 和他一起做起了多颂最爱的印第安装办 准备一会上场做表演 而此时的小雨却心事重重 他担心地下室的二人状况 如果在这个时候出现问题 那么他们现在拥有的一切可就都毁了 于是他决定自己独自前往地下室永绝后患 可当他来到地下室时 却被早就埋伏起来的男人瞬间拉倒 好在小雨奋力反抗 最终挣脱束缚 这时身后的男人也跑了过来 男人来到厨房拿起一把刀 然后便转身向外面走去 久违的阳光是那样的刺眼 可他还是快速地锁定了小婷的位置 精准无误的一刀直接扎进了他的胸口 现场瞬间陷入了混乱 愤怒的金妈拿着斧头冲了过来 朴社长赶忙上前抱走了多颂 老金也来到小婷旁边 一抬头又看到了受伤的小雨 这一切让他有点懵圈 这到底是什么情况 可还不等他想明白 朴社长的喊声就将他拉回了现实 老金这时只好拿出钥匙扔了过去 却直接扔在了打斗二人的身边 好在此刻的金妈母爱爆发 强大的战斗力让他最终战胜了男人 朴社长则立即上前寻找钥匙 可当他推动男人身体的一瞬间 那股烂胡萝卜威再次袭来 他赶忙用手捏住鼻子 可这却让一切看在眼里的老金彻底爆发了 只见他捡起了地上的刀 干脆利索地直接插在了社长的身上 朴夫人直接被吓晕了过去 老金这时才冷静了下来 看着身边的一切 他直接头也不回地跑了出去 法院最终判定金妈属于正当防卫 不予追究法律责任 小雨也幸运地活了下来 最可怜的小婷却因为伤势过重而丢掉了性命 唯有老金依旧下落不明 几个月以来警方一直在寻找他的下落 又过了不知道多久 电视上不再报道关于他们的新闻 此事也逐渐地淡出人们的视野 可小雨却依旧忘不了那个山顶的豪华别墅 可无意间发现 别墅里的灯好像在不停闪烁 当过童子军的小雨看着这个节奏顿感熟悉 果然是摩斯密码 翻译后的内容更是让他惊讶 原来老金那天并没有跑远 而是趁乱从车库潜入了别墅内躲进了地下室 他像之前那个男人一样潜伏在里面 又找机会悄悄地把保姆的尸体埋在了院子里 虽然后来别墅换了主人 但是他们仍旧没有发现地下室的秘密 老金每晚就靠着那闪烁的灯光传递信息 希望有一天家人能发现他在这里 得知一切的小雨跑回家中 他一定要想办法把父亲救出来 终于有一天 飞黄腾达的小雨买下了这栋别墅 父亲老金也终于走出了 那个暗无天日的地下室 父子二人在阳光下得以团聚 可画面一转 此刻的小雨仍然坐在那个半地下室中 原来一切都是他的幻想 这部冲破亚洲天花板的韩国电影 不仅让何正宇继黄海之后再度斩获隐地 更是在当年横扫世界16项大奖提名 并获奖无数 看过的外国网友无不感叹 亚洲的硬汉蒙起来就没他们什么事了 男人打开肌肉卷包装纸 却看见上面写着一串神秘代码 翻译过来是一间酒店房间号 他知道是朝鲜总部又派任务过来了 这次是一场危险的军火交易谈判 可面对房间里的阿拉伯武装头目 老何却丝毫不显地慌乱 还告诉他要是想买以前的武器 必须连新型武器一起购买 无耻的捆绑销售令买家就要爆发 可老何仍旧分毫不让 因为他知道没有几个国家 愿意向这些极端分子出售军火 被拿捏心里的买家只好妥协 可看着巨额汇款即将到账 但来者很快就表明了身份和目的 原来闯入者是以色列情报部门的人 此行事来逮捕阿拉伯武装头目 老何得知对方的目标不是自己 赶紧找机会离开了房间 可他刚来到安全通道 却又被几个韩国人拦住 但作为朝鲜的顶级特工 老何撂倒这几个人甚至不需要五秒钟 紧接着他跑到屋顶 飞快地朝边缘处狂奔 因为他不清楚身后到底还有多少追兵 可老何却突然被一个韩国人撞倒 老何缓缓起身 他告诉对方拿枪不能指着太阳雪 因为这种情况是有办法处理的 虽然老何这次安全返回了家中 但他心里却充满不安 他黑进酒店的监控系统反复查看 却依旧想不通到底是谁泄露了情报 买家不可能叫人自己抓自己 难道是自家出了内鬼 老何左思右想 却不知一场巨大的阴谋正在悄然逼近 晚上老何的妻子回到家中 可气氛却有些凝固 他们三年前来到柏林替国家工作 妻子表面上是光鲜亮丽的翻译官 但核心工作是服从上司命令 出卖身体来换取情报 屈辱的泪水时常夺框而出 身不由己的生活 让夫妻俩的关系越来越疏远 妻子不止一次催促老何申请回国 但都被他选择性忽视 因为鞠躬尽瘁效忠国家 是从小就树立在老何心中的理想 然而这天妻子的上司 同样是自己的上司找到了他 并给他播放了一则录像 上司说这是从总部来的特派员交给他的 画面中的女人承认 他购买并转卖了上司军火交易的情报 而他竟说卖情报的人是自己妻子 上司告诉老何只有两天时间自证清白 不然届时就会将他妻子带走调查 可老何心里也没数 晚上睡觉他盯着妻子的后背看了两久 回想起他最近总说想回国 老何愈发感觉不对劲 但他却没有注意到 床上的妻子竟一直睁着眼 隔天吃早餐时老何想用言语试探 告诉妻子他们现在虽然过得贫苦 但至少可以堂堂正正地活着 可妻子听到这只爵胸口一堵 因为他不知道连身体都不属于自己 还谈什么堂堂正正 而老何发现试探不管用 只得进行暗中调查 这次他黑进了妻子办公室的监控 凭借特工敏锐的观察力 他很快就通过妻子的微表情 发现了他神色的异常 这更加加深了老何心中的不安 于是中午他算好妻子下班时间 一路跟踪他上了地铁 老何假意打电话约他一起吃午饭 可妻子却说今天要去图书馆没时间 为了不引起怀疑 老何也没有多问 可看着妻子就要下地铁 他立刻意识到了不对劲 因为这个站附近并没有图书馆 他连忙打电话确认 没想到得到的消息 竟是这个站周围坐落着英美大使馆 此时老何终于得以肯定 妻子绝对有问题 老何一路跟着妻子走出地铁 却只拍到他和一个外国人街头的画面 他赶紧提前回到家中 开始翻箱倒柜 因为他知道一个外国人去英美使馆附近 最大的可能就是去申请政治避难 而妻子叛逃的证据 很有可能就藏在自己家里 可他翻遍了每一个角落 却没有任何发现 这是门外突然传来的敲门声 在小心地确认来者和人后 他打开房门 门外正是之前交给上司证据的特派员 同时也是自己从前的学生 可他这次并不是来酗酒 而是告诉老何已经有人申请了政治避难 而那个人居然是上司本人 难道是妻子被上司利用了 老何下定决心要找他问个清楚 可他刚来到使馆外的广场 就发现那天的韩国人也出现在了这里 他们对朝鲜的非法军火交易很感兴趣 而上司是柏林这边的负责人 抓到他就等于掌握了所有信息 可他们人虽然不少 但一个能打的都没有 老何依旧奉行着快准狠的原则 很快就将几人放倒 上司一路跑至地铁隧道 可还没跑多远 就被老何拦住 他满头大汗的想要解释 可老何只关心他让妻子做了些什么 但他们刚走进安全通道 美国使馆的人就赶了过来 可下一秒 他以叛逃罪名正式逮捕上司 但令老何没想到的是 上司竟说他和妻子都是被人陷害的 可一个叛逃者口中说出的话 让老何不得不产生怀疑 但还来不及多问 就听见门外的特派员传来声响 上司赶紧给老何留了一道暗语 说罢特派员便推门而入 没有任何审判 行刑前上司握住老何手背 但眼神却格外坚定 为何上司冒死也要去申请避难 答案或许只有他妻子才知道 晚上妻子下班回家 却发现家中物品散落一地 他不解地询问老何 然而老何直接揭穿了他的所有谎言 看着妻子支支吾吾的样子 老何的声音变得淋漓起来 可妻子的情绪也在这一刻爆发 同时还告诉了他一个秘密 原来妻子前不久发现自己怀孕了 但因为工作原因 没法确定孩子是谁的 只能瞒着老何偷偷去做亲子鉴定 刚刚才拿到结果 老何看着与自己DNA吻合的报告单 他这才明白自己错怪妻子了 难道上司说的是真的 可还没等老何想明白 特派员却突然打来电话 可没想到电话那头敬祝贺他 明天就可以获得勋章荣归故里了 原因是总部受理了他对妻子的告发 听到这里老何猛了 自己明明什么也没有说 接着特派员又告诉他 马上就会有部门人员去他家寻找证据 老何挂掉电话这才恍然大悟 总部这是要明着陷害自己的妻子 虽然现在还不知道原因 但在虚假的荣誉和妻子之间 他还是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后者 即使前方可能充满危险 联想到特派员那天来到家里 他捡起地上的内衣 果然在里面发现了一个U盘 这也是为了陷害妻子的手段 紧接着他又在家里发现了窃听器 看来这场圈套早已蓄谋已久 老何赶紧闯进卫生间 示意妻子不要出声 接着在镜子上写下窃听二字 然后拿出纸盒笔 告诉妻子自己并没有告发他 这一切都是陷阱 必须立即逃走 这时突然传来一阵门铃声 是部门人员已经到达 他们二话不说就走进卧室翻找起来 这起枪下去 也代表着老何与总部彻底决裂 他立即收拾好背包 带着妻子朝楼下赶去 可下面早已被人堵住 老何只得再次回到家里 他把手枪交给妻子 紧接着打开窗户 此时门锁已被破坏 他扶着妻子爬出窗户 这是唯一的出路 可屋顶不仅十分陡峭 而且上面的瓷砖年代久远 妻子一不小心就踩掉了一款 细微的声响立即惊动了敌人 老何感到十分揪心 看着对方的身影逐步逼近 他瞄准时机 由于没有枪 他必须利用近身格斗 来卸下对方的武器 可对方明显也是个狠角色 拳拳倒肉的薄杀激进胶着 而此刻窗外的妻子也陷入了险境 但好在旁边有一台空调机 他奋力一跃 只见空调机摇摇欲坠 他用尽最后一丝力气 跳到了旁边的小阳台上 而屋内的打斗也趋近白热化 虽然谁都没有占据上风 但老何知道这样下去 只会等来对方的援兵赶到 他必须尽快逃离这里 于是他没有再犹豫 可没想到对方虽然近战很猛 枪法却是个人体描边大师 危急时刻 阳台上的妻子连开竖枪命中对方 这才终止了他的火力输出 而碎掉的玻璃 很快就蔓延到了老何这里 他迅速下坠 但幸运的是这次有电线做缓冲 才让他没有被摔死 但他还是感觉全身的骨头快要散架 可老何明白现在还不是喘息的时候 只是简单收拾了一下 他便带着妻子来到一家小酒店 先将房门上锁 然后用书本卡住门把守 这样才能让老何安心一些 与妻子四目相对 可他们却没有节后余生的喜悦 他知道现在唯一的出路 就是找到妻子被陷害的原因 通过内衣里的优盘 和上司临死前留下的暗语 老何终于得知了真相 原来特派员的父亲 也就是自己的最高领导 一直在澳门做着非法的军火交易 日积月累下 秘密账户里已经积累了40亿私人财富 可就在几年前 美国情报部门追查到了这个秘密账户 领导不得已将这笔钱转移至柏林 暂时有以为这笔钱是公款的老何 和他的上司一起保管 打算等过几年风平浪静 再由他的儿子来接手这笔财富 老何怎么也没想到 他整日拼上性命 到头来却只是权力的牺牲品 而另一边的特派员在得知老何逃跑后 第一时间联系了阿拉伯武装分子 说他们头目就是被老何出卖的 并且还杀了几个自己人后逃走了 听到老何逃走 阿拉伯人并没有怀疑 立即调动了全城的武装势力 对事发地周围的地点进行挨个搜寻 很快就有人找到了老何入住的酒店 你去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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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后对方用枪抵住老何后背 没有给老何一丝逃跑的机会 可就在这时 电梯门打开 里面站着的竟是那个韩国人 他是韩国追查秘密账户的主要负责人 这次也是收到消息来抓老何的 但明显有人先行一步 他只好走出电梯 可下一秒 老何也趁几人分神的见细 开始寻找反击的机会 然而对方看到老何拿到武器 当即带着老何的妻子离开 老何迅速跑至楼道 一跃就是一层楼 虽然如此下楼梯的方式闻所未闻 但却出奇的快 在将楼道拦截的人解决后 他终于跑到楼下 老何瞄准车胎连开竖枪 可即便爆胎 车子依旧跑得比人快 老何只得当机立断 从侧边的路口横切 一段冲刺后 再纵身一跃 正好悬挂上了车壁 可飞速行驶的车子 却让老何难以移动身体 这时司机还掏出了手枪 但好在妻子在后座干扰 才让司机迟迟无法瞄准 老何想奋力爬进驾驶室 怎料司机突然猛甩方向盘 老何终于坚持不住了 但好在他落地时反应快 这才没有被车辆碾压 他起身还想要追赶 可车已经化为了一个小点 老何无力地瘫倒在地 心想要保卫国家的他 却发现自己连家人都保护不了 愤恨与绝望在他心中交织 更绝望的是 韩国人也从后面追了上来 这回枪口直直对准了脑门 他这次再也不会让老何跑掉了 可老何却根本没有想跑的意思 他已经无路可走 但韩国人却没有立即带走他 而是给他听了一段录音 里面竟是特派员和以色列人的通话 原来当初情报就是特派员出卖的 这样不仅可以借此栽赃老何妻子 以色列人也能通过情报抓捕武装分子 而这番通话 是韩国人前不久审讯以色列人得到的 虽然能听出老何被自己人出卖 但韩国人还不知道他被出卖的原因 于是老何把所有的真相都告诉了他 因为他知道这段证明他清白的录音 或许是他现在唯一的一根救命稻草 韩国人得知真相后也有些触动 虽然大家都各位其主 但老何却成了一枚牺牲品 他默许老何向特派员打句电话 因为老何妻子确实是无辜的 可面对从前的老师特派员却不留半点情练 直接威胁老何要是不再规定时间过来 那么等待他的僵尸一具尸体 听着妻子的惨叫声 老何目自欲裂 同时也让他彻底下定决心 他告诉韩国人只要配合他救出妻子 不仅会替他找到秘密账户 而且自己也将投身韩国 韩国人认真地看向老何 秘密账户固然重要 而拯救落难的同胞 或许也是身为一个人该做的事 而解救人质 往往出动的人越多人质越危险 在仔细地观察目的地周围的环境后 两人进行了分工合作 老何独自前往目的地的小木屋 而韩国人则藏在暗处刺激而动 通过耳朵上的薄片 韩国人先是将对方的人数和方位进行爆点 可没想到老何进门前 就被人用电棍电倒 老何知道 接下来只有靠他自己了 然而进屋刚看到妻子 阿拉伯人就走上前 狠狠地揍了他一顿 可这时特派员却将其拦住 因为在杀死老何之前 还有最后一件事要办 那就是录下老何认罪的口供 这样他们就可以名正言顺的 接管这笔四十亿的秘密账户了 怎料老何却说他已经录好了口供 只求能放他和妻子一条生路 听到这话 特派员不忍笑出了声 原来自己的老师为了活命也不过如此 随即他播放了老何带来的录音 可没想到听着听着 里面竟播放起了他和以色列人的通话 特派员顿时脸色大变 而阿拉伯人也在这一刻反应了过来 原来特派员才是那个出卖他们的人 录音还在播放 而老何则直勾勾地盯着从前的学生 再次给他好好递上了一颗 可特派员并不打算就此认输 他用老何教他的技巧躲过子弹 双方的大战也一触即发 老何拼尽全力护住妻子 这时外面的韩国人也朝屋里射入了一枚闪光弹 猛烈的强光令所有人短暂失明 势力恢复后 老何赶紧拉起妻子躲着角落 看着双方的交火迟迟难以奋出胜负 老何将视线移到了对面的煤气罐上 在韩国人的火力掩护下 来到门口的他开枪射向了煤气罐 房屋彻底被炸毁 虽然还有几人存活 但剧烈的爆炸也让他们近乎晕厥 谁都无法正常瞄准射击 好在身经百战的老何恢复迅速 扶着妻子便想先逃离这里 可混乱中他还是重担了 但索性没有伤到要害 看着周围的车辆已经报废 他只能带着妻子继续朝芦苇地里狂奔 此时打掩护的韩国人也不信重担 老何知道只要跑进芦苇深处 那么定能逃出生天 可跑着跑着 他却察觉妻子的速度越来越慢 仔细一看 竟发现他的衣服已经被鲜血渗透 这样的枪伤显然不能再继续跑了 于是他抱着妻子 将他放置在一个相对平坦处 脱下衣服替他包扎了伤口 妻子看着丈夫同样严重的伤口 用微弱的力气告诉他 只有丢下自己他才能活下来 可老何却并不答应 但无论怎样 都得先将特派员解决 可由于手枪没有子弹 老何只能朝不同方向扔石头 让对方无法判断自己的方位 这样他悄悄逼近的同时 也能在暗处锁定对方的位置 但特派员也学聪明了 只要听见声音就是一顿乱射 可这也让他很快就耗光了步枪子弹 但他却还有一把杀鹰手枪 可杀鹰的弹夹只有七发 这次他子弹射完后 还来不及更换弹夹 就被颅尾中冲出来的老何扑倒 虽然老何身上带着枪伤 但你老师永远是你老师 激烈的打斗中 老何丝毫不落下风 最后时刻 特派员终于屈身求饶 说只要不杀他 他就可以保证让老和他们安全回国 但即便这是真的 老和也绝不打算放过他 不到几秒 特派员就在剧烈的痛苦中死去 老和赶紧跑到妻子这边 却发现韩国人也在这里 而妻子已经奄奄一息 他用力背起妻子想要回家 可家又在哪里呢 芦苇还是那般随风荡漾 可身后的妻子却渐渐没了气息 拼尽全力工作 换来的却是这般结局 老和紧紧地抱住妻子 这是一个硬汉第一次失声痛哭 几天后 老和向韩国人供出了秘密账户 可韩国人刚把他交给上司 上司却说要把老和和账户都还回去 因为最近韩俄两国要在朝鲜开发项目 条件就是把账户和老和送回去 韩国人这才明白自己拼命守护的职责 不过只是上层利益交换的筹码 下班后他将老和带上车 可行驶到半路 韩国人却做出了一个重要的决定 他让老和一辈子躲躲藏藏的活着 不要想着去哪里申诉 也不要想着去哪里寻仇 像灰尘一样活着 这是唯一保住老和性命的方法 不得不说这个韩国人真讲究 但老和并不打算照做 他给自己的最高领导打去了电话 老和终于意识到自己的毕生追求 不过是权力皆曾用谎言编织的美梦 而梦已破碎 他也将变得无所畏惧 这是一部全程闭眼看的悬疑冷门家座 七巡老太角踩一辆地牌车 出其不意连杀数十名壮汉 手法娴熟毫无破绽 上百名警察惨遭疯狂戏耍 本片剧情奇特毫无头绪 但让人憋到膀胱也要看完 故事开始辨识高能 一名年轻的女骑手正赶着去送外卖 突然被一根绳索掀翻在地 绳子刚巧套在她的脖子上 女孩还没缓过神 凶手就已经把绳子的另一端 绑在了摇摇车上 两个月后 女孩的尸体在家中被发现 还被伪装成自己立分的样子 现场毫无入侵的痕迹 阅历丰富的警方初步推断 女孩死后的两个月来都没有洗澡 报警的是死者外地赶来看望的老母亲 可她却早已老年痴呆 最终家属的女孩 警方只得以自己立分草草结案 可京姐却总感觉案件或许另有隐情 当晚她重返案发现场 衣柜里突然冲出一个男人 虽然没能看清对方的样貌 但无疑让她更加确信此案并非自己立分 可像深夜黑 周边监控并没有拍到嫌犯的正面 暗门 속에서 저를 공격하고 도망갔습니다 그래도 우리 윤 선배가 수사에 잠재력이 있긴 하니까 시체가 훼손되고 어머니도 부검을 원치 않는다 그것만으로는 불충분하다 전 그럼 며칠 더 꼼꼼히 조사해 보시죠 윤 선배 유학 다녀오시긴 했군요 담배 좀 사달라는데 왜 지랄이야 avía不转 不要 u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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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滾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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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把你放在那裡 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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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意外的是 男人看到通缉令静主动找到警局 他自称是个神父 一个月前在告解室里 听到有个女人说自己杀了人 起初他不以为然 认为没人会把杀人的事情说出来 顺嘴问的据杀人地点 到这里神父也没有当真 只是告诫女人 如果她真的杀了人 那就去自首 直到在电视上看到 红牙洞真的发生了命案 可身为神父 不能将在告解室里 听到的祷告外邪 所以才亲自去现场确认 如今虽确定是场谋杀 但凶手毫无动机 手法又天衣无缝 一时间案情根本无从下手 然而此时却命案在起 这次的死者是一名老兵 同样是在家中被吊死 不出意外的话 应该也是凶手的伪装 事发前不久 老兵曾和儿子在街头大打出手 但据儿子交代 他当时被父亲打晕 不知道后来发生了什么 这期间老兵到底经历了什么不得而知 可真不承认 尘价格 你会听到什么意思吗 你不听到什么意思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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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真的 Hollywood 他不会吓死你 可真可亚 不要 不要 你再做些事情 你不想去 我认识了少认识 你负责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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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死因是窒息 因此推测凶手大概率为男性 可神父在告解室里听到的明明是个女人 未解心中疑惑 她假装成第一个死者女奇的舅舅 从其闺蜜口中得知 案发前女奇曾遇见一个偷吃外卖的家伙 还和对方发生了冲突 但是在后来女奇就没有回消息 她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如果此言属实 那偷吃外卖的家伙很有可能就是凶手 而会偷吃外卖的人大概是什么流浪汉吧 加上是个女人 范围可以缩小很多 眼见案情逐渐有了眉目 此时对方竟再次前来祷告 眼前的石荒老太看似慈眉善目 实则是个心肠歹毒的杀人惯犯 他白天收破烂 晚上收人头 讲究的就是个时间管理 偷吃外卖不成便痛下杀手 老子当街教训儿子反被揍 他便出言嘲讽 对方仅是推丧几下 他便出其不意将其活活掐死 随后放入心爱的摇摇车 若无其事地继续收废品 没人会想到 一个浑身破烂不堪的石荒老人会是个杀人犯 他根据身份证找到老兵家里 打磨伤口 清理现场 最后将老兵伪装成自己立分 而他每次杀人后还会去教堂祷告 神父不知真假 试着询问杀人理由 老太所言非虚 不久后一个女人 刮上了他停在路边的摇摇车 请不吝点赞 我哪有什么事啊 你女儿カ人这种选择我什么事啊 我都能违到什么事啊 这位女儿 这位女儿 仅仅抱怨了两句 老太便尾随至其家中 连孩子也没放过 而这一次他已经懒得处理尸体 不久后神父和金姐再次来到案发现场 确认附近潜伏着一个变态杀人狂 身为警察的金姐推断 对方是名身强体壮的男性 至于神父口中祷告杀人的女人 很有可能是哪家没事找刺激的小娘们 神父无从反驳 然而当晚老太就再次找到神父祷告 神父立马给金姐发去短信 可老太却 我死了人吗 最近我死了女人 我死了我 我死了人 我死了人 我被罪到来的 我被罪到来的 教法上是罪到罪的罪了 因为是同样的罪 我可以阻止 我可以阻止 你没有人申请 但你没有这样说的 你没有人申请 你来到这些罪吗 老太出门时刚巧合赶来的金姐擦肩而过 等金姐发现昏迷的神父 瞬间想起了刚才的石皇老太 他来不及查看神父的伤势 急忙追了出去 好在夜深人少 没多久他便追上了摇摇车老太 可老太一转眼却又消失在漆黑的巷子里 金姐硬着头皮进去查看 结果 两人扭打在地 不一会儿女警就没了反抗能力 下去 身嶺 对 入住 啊 那 때문에 떠나게 됐네 就在老太要痛下杀手之时 神父及时赶到 老太这才扬长而去 女警也因此保住一命 可老太的杀戮却并未停止 老太拦下一名警察 想搭个顺风车去上厕所 警察无意地调坦 却招来了杀身之祸 而此时他脸上的微笑 也只不过是抑制不住的兴奋 停车后老太禁止走向南侧 眼看警察没了动静 他的内心却毫无波澜 唯一心疼的就是刚患的假牙 好在如今的他 已经混到了一辆电动三轮 时隔数月 命案再起 看到报道的神父 立马再次找到精简 两人来到案发地调查 实际上的杀战略 实际上的杀战略 有点准备的杀战略 有点准备的杀战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进行的话 可殊不知上次一别 老太就一直关注着二人的动向 金姐不幸被抓索性两人早就相互定位 说我们说集开 三角と有什么事 红柿 还集中 然后就到了 λ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可等神父赶到 老太突然夺门而出 神父犹豫了一下 决定先抓住那个老太 可此时他已经跑进了树林 神父紧跟其后 老太最终穿过一条下水道 来到了一所牧场 当神父追到这里 老太刚巧钻到了牛圈对面 看着多起命案的杀人犯 竟然是个和蔼可亲的老太太 神父一时间难以接受 加上中间来来回回的奶牛 神父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他逃走 其实神父心里还有些担心金姐 他回去将金姐送去医院 而老太则再次踏上了新的流浪之旅 等金姐康复后 却怎么也联系不上神父 原来放走了凶手之后 作为神父的他深感愧疚 他选择住进狭小的山洞 以此来忏悔心中的过错 至于那个杀人魔老太 为什么会因为一点芝麻绿豆大的小事而杀人 还不得而知 只希望他能尽快伏返 优优优优优优独播剧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